十四年的一次越过与步行者季后萨交锋期间,那时在步行者效力的史蒂芬森朝詹黄耳朵吹气,变成他生涯其中一个惊艳的画面。 如今和詹黄同队,兰斯说起当年那件事,他说道,我只是尝试激怒他,想一下那场比赛,为了让他不那么专注,我会尝试所有事,最后步行者击败怨火,詹黄陷入犯规麻烦,只拿得七分四助攻,说起往事,史蒂芬森表示,我没有后悔,可有时我会觉得好奇自己,倒是为何会那样做。 他是个强硬的球员,未对他是个挑战,一定的把所有精力放他身上,史蒂芬森表示,全部目光都会集中在詹黄身上,我觉得联盟里的每一个人都会积极准备那样的比赛。 史蒂芬森与詹黄的渊源能追思到十二年季后赛,詹黄那时一个罚球都没中,史蒂芬森在场边做锁口的挑衅动作,还有十四年季后赛, 中他对詹黄耳朵吹气,这对于史蒂芬森而言,他与詹黄在场中有过的冲突,是人们常常说起的事情,不管怎样,我在球场中没朋友,甚至此前一起打过球的都不是朋友。 史蒂芬森表示,我就是那么有竞争性,在球场中,我不会和任何一个人做朋友,每一个与我在场中对位的人都是敌人。 然而这个赛季,史蒂芬森一年四百五十万与户人签计,与詹黄变成对了,首先这很搞笑。 其次,他不会再有机会往詹黄耳朵吹气,假如他真那么做,詹黄也不见,硬了。